好,这个海葵台风带来的惊人雨量 强大的土石跟泥流流进了寿风的风山村 山边的民宅 那么6号上午呢 慈激基金会60多名的志工是前往现场 协助乡亲清理泥沙跟泥流 那么寿风乡长曾淑义 慈激所有的志工协助 那么乡公所也会提供受灾的乡亲一切的帮助 尽早恢复正常的生活 海葵台风为寿风乡带来1000公里以上的雨量 是全花莲之冠 强大的土石跟泥流 流进寿风乡风山村山边路的民宅 家园满目窗衣 6号上午 慈激基金会60多名志工便前往现场 协助乡亲清理泥沙跟泥流 乡公所也派清洁车 小山猫以及怪手协助清理屋外的土石 慈激志工们协力将屋内的土石清运出来 感恩家长在那时候冒险来这边敞开 那我们知道说这里有灾区 那我们可以来这边协助 感谢 乡长曾淑义感谢慈激所有的志工的协助 让受灾户感到无比温暖 这几年来都没有台风 然后这一次的影量是创 这个历年来最重与严重的影量 所以要重新的来检视 还有这个整治这边的河流 还有那个土石流的一个沟 我相信这样讲比较好 然后事后 后来 事后应该都关心了 还要封一些物资 这次海魁台风也造成受风向大小不一的灾情 曾淑义表示 乡公所也会提供受灾乡亲一切帮助 尽早恢复正常生活 记者刘明胜受风向采访报导